这个古代娘娘竟然想吃方便面 玉厨一听 方便面是个什么东西 没听过啊 但她可是玉厨 不能说不会做啊 丢面子 不就是方便的面吗 玉厨开始制作 先擀面再切面 熬制浓汤 自信地撒上 祖传命之汤底 加上手撕牛肉 青红椒做点缀 一碗香奔奔的面就做好了 娘娘只看了一眼 这不是牛肉面吗 从做不要的是方便面 玉厨犯难 难道是我 我理解错了吗 方便面 平时说上厕所 都说去方便 难道是 在厕所蹲坑吃的面吗 嗯 对 要有厕所的心气 她到处小刀 开始切鱿鱼 做了一碗心气的海鲜拌面 娘娘当然不满意 这什么面哪 心气得很 从做 我要方便面 玉厨急眼了 方便面到底是什么 她用力的甩面 发泄着内心的怒气 进攻这么多年 我什么样的美食 都能做出来 玉厨呢 又做了一碗清汤面 羊娘总算尝了尝 刚吃一口 这什么反应 玉厨被逼疯了 吹胡子瞪眼 朝案板上的菜一顿切 做了一碗阳春面 羊娘只吃了一口 不行 味道太淡了 玉厨又盛上一碗 特辣辣面 你这是想辣死我吗 把面全都吐了出来 玉厨把刀立在桌上 挑胆子不干了 从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人 要吃就自己来做 羊娘决定亲自动手 古代人怎么做方便面呢 娘娘来到厨房 先耍了一套花刀 所有人都看呆了 娘娘表示 我只有小时候 玩过家家的时候 来过厨房 第一次做饭 我也不太懂啊 没想到下一秒 流畅地把胡萝卜 切成一毫米的小丝 接着是黄瓜丝和葱丝 把面缠在筷子上 等油温八成热 放入全部面条 炸至金黄 方便面卷曲的样子就有了 加上八角和桂花等香料 全部捣碎过筛 方便面的调料就做好了 玉厨干的怀疑人生 就一个小丫头骗子 能做出什么美味 用勺子尝了一口 看着震惊的眼神 颤抖的双手 再加起筷子面 仔细品尝 香菇 大葱还有肉的香味 完美混合 这就是三香方便面 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方便面 就做好了 羊娘猛吃一大口 再喝口汤 啊 就是这个味儿 旁边的宫女 缩着筷子 羊娘给我尝一口吧 得到允许后 宫女夹了一筷子 吃了起来 这简直人间美味 没想到 彼此下厨的娘娘 竟然能做出 惊艳众人的美食 其实 这个娘娘是穿越来的 她原本是 现代的果宴大厨 不料在宴会上 总统从她做的鱼丸中 吃出来一个鱼钩 警察奉鸣抓捕 男人不小心 从18楼摔下去 正好掉进泳池 头重重地磕在泳池的底部 男人不会游泳 马上就要淹死 恍惚间 看到一个古代美女 朝她游过来 男人伸出手 快救救我 等她再次醒来 眼前是个陌生的房间 好在保住一条小命 不对啊 胳膊上的肌肉怎么没了 胸肌也变得软塌塌的 手和脚怎么变小了 她来到镜子前 我去 这女人是谁 一个宫女走进来 张口就叫娘娘 这一定是梦 下一秒 一股刺鼻的药味 冲进脑海 难道这不是梦吗 男人打开门 外面竟然齐刷刷的跪着一群人 这是电视剧里的整股游戏吗 男人往外拼命狂奔 周围都是古建筑 等一下 身体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男人往当步一摸 我的小鸟呢 掀盖衣服一看 真的没有了 宫女身手 找什么呢 我帮娘娘找吧 你们都别过来 男人瘫足在地上 这一下 她彻底相信 自己穿越到了古代 还变成了女人 昨晚她追悟湖中 侍卫及时发现 才捡过一条命 看来就是那个湖里的水 导致穿越 只要再跳一次 说不定就能回去了 男人甩开膀子 踩到石头上 一蹦十米高 上帝啊 我一定会做很多好事的 就如我的愿吧 忽然 男人脸色变了 四脚朝地 摔在泥里 原来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 太后连夜让人 把湖里的水抽干了 更糟的是 她得知 明天就要和皇上结婚 这叫什么事啊 我一个男人 怎么能跟皇上结婚 必须得赶紧回去 男人见水就钻 十个公里都拉不动 然而并没有用 时间一到 她还是被迫嫁给了皇上 为了避免洞房 男人不停地管 皇上喝酒 使出拿手绝学 三六九呀三六九 皇上呢 看穿她的想法 表示 我对你不感兴趣 几杯酒下肚 就独自去睡觉了 危机暂时解除 接下来 就要让湖里充满水 这才可能回去 那我就美食征服她 娘娘通过太后的饮食 摸清了她的喜好 让下人拿来菜籽油 她要再次大展身手 把黄瓜鱼切片 放在一层盐上面 鱼鳞表面 刷菜籽油 撒上一点白糖 放入炭火烘烤的火炉 低温烘烤整整一碗 还有韧尽的猪肉牛肉 放入大油锅里 同样是一晚上时间 低温煮熟 大功告成 太后看着这道菜 摆盘非常讲究 千千尝了一口 气冲中的跑到娘娘房间 娘娘小心翼翼抬头 没想到她要拉着她的手 激动的说 原来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当即任名娘娘为 龚燕总主 要说龚燕 可马虎不得 所有勤贵大臣 调前来附会 以此增进俊臣的关系 龚燕这天 娘娘正准备 大展身手 没想到 运出的食材被解 所有厨房的火箭 都拉肚子 只剩了一些 土豆和番茄 这可难不倒 国燕大厨 看着玉衣的祖传大臣 有了主意 做古代版的旋风土豆 只见娘娘 把土豆去皮 削成螺旋状 用大臣穿过 慢慢把土豆 剥开空隙 下油锅炸 玉衣坐不住了 这可是 我太太太爷爷 传给我的 这么珍贵的大臣 怎么能放进油锅里 娘娘一脸不屑 别这么激动啊 等会儿洗赶紧 就还给你 炸土豆 至金黄色 捞出来 这道旋风土豆就做好了 玉衣眼睛睁大 止不住的感叹 土豆居然能做得这么好看 你见过古代人 做旋风土豆吗 大臣们打开盖子一看 堂堂宫宴 竟然就吃一个土豆 太后第一个品尝 我的天呐 这酥脆的口感 简直惊为天人 沾上不同口味的糖霜 味道更是技嘉 大臣们赞不绝口 这还是我们 认识的那个土豆吗 口感太棒了 第二道菜 难度升级 你见过古代人 做汉堡吗 他把地瓜 南瓜 茄子 和肉汤鸡蛋混合 放进法工的西红柿里蒸 就算没肉也没关系 用大麦粉和大豆粉混合 使劲揉搓 做出神思桌的人造肉 古代版的汉堡完工 大臣们 哪吃过汉堡啊 全都被美味折服 还有第三道菜 做古代版的冰棍 三则羊羹 搭配手雕小花花 很快就做好了 皇上向众人解释 这个还有惊奇呢 能算怪 古人最幸占卜之术 太后第一个吃饭 太好吃了 一看木棍上写着 再来一根 哇 这相当于红韵当头 其他的大臣 拔下羊羹 兴致冲中盖枪木棍 写着下次再来 气得把木棍白断 就这样 功宴有惊无险地完成 为了奖励娘娘 太后答应娘娘 往湖里灌水 一看这缓慢的劲度 得到猴年麻月才能填满 娘娘出手 让所有的下人排成一列 挨个船地速度快了不少 至少还得半个月 在这期间 娘娘不停地讨好太后 隔三差五 就给她做好吃的 这次是奶油浓汤 只可惜啊 松到的时候 浓汤已经变凉 汤也洒了出来 追求完美的娘娘 不能容忍 得想个办法 看着轿子上的中国节 教父的行进速度 娘娘脑海中 有了一大串数学公事 有了制作专门的餐教 再找聘一批外卖员 皇家外卖正式营业 第一个体验者就是太后 太后一脸懵 娘娘又在搞什么心花样 夹几块肉放入嘴中 外焦里嫩 第一次在嘴里 吃出这么丰富的口感 最关键的是 这些产品没有洒出来 也没有变凉 还保持刚出炉的味道 不光如此 娘娘还给太后做美容 宫女打开盖子后 两人四目相对 这又是什么 竟然是古代版的面膜 太后摘下面膜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容光焕发 仿佛年轻了十岁 娘娘乘胜追击 我在现代可是 辽媚的高手 区区一个太后 轻松拿下 占取少量的珍珠粉 涂在太后脸上 输出一大段彩虹屁 我的妈呀 这简直太亮眼了 简直是仙女下凡 还给太后试了新品 蘑菱黑发粉 不仅能遮白发 还能拯救发际线 现代年轻人看了 直呼快涨连接 我也想要 在娘娘的一番努力下 终于感动了上天 盼来一场大雨 想到湖里 马上就能灌满水了 娘娘激动的 在雨里跳舞 凌晨 娘娘一个人来到湖边 用石头试了水 水的深度 确认可行后 普通一声跳了下去 等待着回到现代 没想到皇上找他游来 娘娘挥手让他离开 可皇上居然抓紧不放 把娘娘救回了岸上 皇帝下令 不允许娘娘再靠你湖水 她究竟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现代呢 本篇完 本篇叫责任王后 本期问题 一 你还想看续集吗 想看的扣三个六 人多咱们去一座 二 天中出现的美食 你喜欢哪一个呢 选古代旋风土豆的 扣三个一 选古代汉堡的 扣三个二 选古代冰棍的 扣三个三 本篇好看 推荐一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和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